在灰汗如雨肌肉爆棚的健身房里,关永康带着儿子孙宏伟进行的康复锻炼稍显违和,但为了帮助身患先天脑瘫导致肌肉萎缩的儿子康复,关永康每周一至周五都会推着轮椅带儿子到健身房,这一坚持就是五年。 热心的健身房老板免费为父子二人提供场地和设备,还有不少市民为他们的坚持所感动。 近日,记者见到关永康时,他正在健身房的一脚为儿子带上护具,准备开始一天的康复锻炼课。 关永康又轮椅推着儿子来到单杠前,几句鼓励的话之后,儿子慢慢伸出手扶着单杠的支架,缓慢地握住杠杆站了起来,常人可能一秒钟完成的动作,儿子孙宏伟却用了两分钟。 关永康告诉记者,早年儿子连坐稳都难,后来先后在福利院和残联的康复班里接受教育和锻炼,儿子在文化知识和自理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,而且身体能勉强站起来。 儿子成年后,关永康就带着儿子走进健身房锻炼,经过多年的锻炼,儿子孙宏伟不仅能完成眼卧起坐等多项健身动作,还能在跑步机上慢速辅助行走,有时还要展示自己的经济独立。 五年了,总理说他很喜欢这个地方,大家觉得这儿氛围很好,有交流的心态,还有在这儿来锻炼这么多年了,他的肌肉比以前要发达些了。 以前他都是勉强站起来,通过这儿的训练,现在尤其他自信心增强,还有他就有时候还要表演下这个经济独立。 虽然健身房免费为他们提供教练指导,但关永康还是习惯亲自指导儿子。 今年59岁的他比儿子矮一大截,每一次坐引体向上,他都会很吃力地拖着儿子的腿,然后有节奏地喊着口令。 上肢锻炼,腰腹锻炼,腿部力量锻炼,一整套动作下来,父子二人都累得喘气。 当记者问儿子喜不喜欢这样的锻炼时,原本不爱说话的他给出了让人吃惊的回答。 关永康说,自己当初带着儿子找健身房时四处碰壁,最后家附近的健身房接纳了他们,收取了2000元会员费。 一年后,健身房一主,新负责人了解情况后,将2000元退还给了关永康,让他们免费到健身房锻炼。 健身房负责人舒超表示,关永康父子对生命的热爱鼓励着每一个来锻炼的人,不少健身房爱好者悄悄通过健身房给他们捐造一些物品,大家没有异样的眼光,更多的是赞许和钦佩。 先把他们之前给的一个会费嘛,2000块钱退给他了,完了过后,再往后的日子嘛,只要我们在这里做这个健身房,他都可以免费地锻炼。 这旁边的会员看到了也挺感动的,然后都默默地给他们一点补给品啊,流来什么的,然后完了过后,也有送鞋子啊这些。 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,这所有的会员都没有用那种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们。 五个锻炼项目,孙宏伟花了四个小时,一身大汗的他还继续在跑步机上绑着腿走路,虽然行走缓慢并且需要辅助。 但在跑步机上,孙宏伟一直保持着喜悦的面容,关永康说,能正常走路是儿子的梦想,他对儿子有信心。 对他是抱有信心的,就想能够不放弃,我们一直说的是不放弃,然后就是培养他的信心,让他有自信心更强。 我们两个的自信心站在一起就是坚持。